因為離民國武雅運大概還有兩年 那其實在全協這邊已經加入這個世界拳擊聯盟這一塊 可不可以講一下 請問強哥就是說可能在W...應該是WB 對 WBA 這邊 對 可能他的一個賽程 或是說你們自己的規劃 然後那玉婷你自己就是說 可能在面對民國武雅運的這一塊 你自己的想法這樣 我想這個大家還是很關心在奧運會 因為畢竟業餘全球運動就是奧運會最高的殿堂 那IOC這邊也特別已經講出了 就是說有新的國際組織接手 他才會在承認在洛杉磯奧運 那我們很高興WB的這個新的組織 已經在國際間開始 就是爭取會員國的支持 那中華台北也在奧運會結束以後 被他審核通過 那接下來其實WB在9月份跟11月份 各有兩場的賽事 那這邊我也有已經口頭先跟體育署報備 就是說其實這樣的賽事 我們是有預計要去參賽的 但是就是說因為這樣的賽事 本來就不在我們年底的規劃當中 所以說這樣子賽事的成績 是不是要列入一個考量 或是這樣的賽事的成績的 競賽的壓力是如何 因為我們大家都關注在今年度的奧運會 本來奧運會後就是給選手一個失度的休息 但是因為新的W組織他起來以後 他也會希望各國來共襄盛舉 那我們在這邊會希望爭取居署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去參與這樣的國際賽事 跟國際的連結更有進一步加深彼此的一個連結的一個訊息這樣 那名古屋亞運的話 其實我是很鼓勵玉庭 朝更高的級別去做挑戰 不過這要跟整個中華代表隊的教練們做溝通 畢竟量級的改變會影響到所有選手參賽的權益 因為我相信玉庭大家都瞭解到說 2018年我最喜歡拉時間走 因為教練講故事都是這樣 2018年他才是51公斤級的條件 大家覺得他現在好瘦啊 2018年他才51 比現在才瘦6公斤 那我希望說選區選手在這樣追逐的過程 51、54、57、60 他能夠繼續往上的走上去 然後更厚實世界權後的他的實力的名稱 當然就是很期待說可以到明古屋亞運 明古屋去參加這個賽事 因為畢竟上一次東京奧運 因為疫情就是沒有辦法在賽事期間到外面看看 因為我相信日本在舉辦賽事應該是非常的厲害 而且是有噱頭 那當然也會希望說 像教練所說的就是看看我們 在後續比賽的規劃是怎麼樣 那當然也會希望說 畢竟自己已經完成自己人生目標的第一個大滿貫 那再來就是不是挑戰第二個大滿貫 那就是甚至是用不同的量級不同的難度 那去來把自己推到一個更高的層級去挑戰這樣 你的重點不是要在日本人打敗日本人嗎 其實我們是希望回到日本的主戰場上 雖然對手不一樣 但是要讓他試試看中華台北是可以在日本插旗的 是是是 那請發問 女性的代言 當然這部分也是樂 樂觀其成 那在這邊就是 告訴 在攝影機師那邊 就是 就是當然就是 就是 就是各位廠商就是我 我就是可以選我選我選我 對 對啊 有想要的產品 有想要的產品喔 想要的東西很多啊 但我怕在這邊一時之間講不完 對我們可以回去慢慢的 對我再慢慢的分享 對對 是 其實今天的記者會有一個主軸嘛 就是說 其實 比起井上天花 雪中送炭才是 更難能可貴的啦 那 玉婷自己 比如說包括自己的英科全擊隊 也受到這個企業 或者說很多 這些善行事的幫忙 你剛剛有講說想要回饋公益嗎 那你現在有沒有比較具體想法是 這個公益會比較想要是 Focus在哪一塊 對 除了自己的學弟妹 比如說貧困的一些 比如說弱勢家庭之外 現在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想法 回饋公益的 其實這個部分嘛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 就是只要出國參賽 獎金就是一定會回饋給 學校基層 然後作為他們的一個 啟動資金 那再來就是說 就再來就是說 像我們已經有在跟陳總這邊 就是已經 就是有討論到我們要做公益 因為畢竟知道說很多有月經貧窮的問題 那是不是希望說透過品牌的這個 合作連結 然後去做一些公益 比如說到偏鄉 去給他們上位教 然後給他們一些講座 讓他們更了解 要怎麼樣去正視這個問題 那以及這個產品 要如何去好好的去使用它 對 大概是 目前有的一些想法是怎樣 那當然還會有其他的想法 那就是後續會再去 跟團隊好好的去做一個討論 出發 對 月經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說自己月經來 或者是不好意思拿出衛生棉 那您自己有類似的經驗可以分享嗎 當然 當然會有 因為尤其是 周遭環境都是一些臭男生的時候 你就知道 畢竟你也是 但是 開始在隊上慢慢有一點低尾 那你也不好意思說 來了 打小力一點 我肚子痛 打小力一點 對 這樣有點 就是還是 就是會 會 對 對 有損我的顏面 但是 有時候又不得不低頭 所以有時候就會跟家人暗示 不舒服 輕一點 我們不要臉了 我們不要臉 就是就是會 會跟家人說 就是讓 家人知道說 我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讓學弟們下手 輕一點 對 因為畢竟 大家也知道說 我大部分的訓練對象都是男生 那他們如果 不懂得力量去分配的話 我可能 已經倒在擂台上不到幾百回了 那就是 還是要 針對這個問題還是要去跟那些 比較 可能內向 或是比較害羞的人 然後 去說 你們 如果遇到問題 不敢講 那你就跟身邊比較敢講的人 比如說 大人 或者是 或者是 比較敢講的朋友 請他來 就是幫你說出口 因為畢竟 這事情 你不趕快去得到解決的話 難道你要等到 比如說 褲子 都染上了 然後你才要去做處理 這樣也是 蠻麻煩的一件事情 對啊 請發問 然後 就是我們那個 像你報紙的這一朋友 他13天就有發文 然後又三留言 所以這個 阿爾旭亞這個國家福袖 可以就是貼出這個台灣珍奶來 應援你 想問一下說你的看法 你是不是跟 認識感 現實感 現實感 真愛好喝 不是 就是 其實 關於這部分 其實我也是沒有再去在意 因為 我壓根沒有去看他的社群 因為畢竟 造謠的人 就是 對於我來說 就是 時候 不是不報 是時候味道 那 當 有這樣的 事件 事情出來之後 會這樣的走向 其實我也是不意外 那 就 會有 會有 他的對手是你是不是 就讓他 讓 就是讓 人家去收拾他就好 因為 畢竟 我也得到 我也沒有受到影響 那我拿到 順利拿到 停到最後 拿到金牌 那其實我覺得 我沒有 需要太去跟他計較什麼 畢竟 嘴巴長在別人身上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別人 去說什麼 那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做好我自己 以不變 應萬變 來 請 其實我沒有看到 看到這一杯 其實就覺得 很好喝 對 畢竟為了比賽 我也很久沒有喝 那當然就是 知道說 你家裡有請過送給他 對 就是 知道我喜歡喝 但是也不要一直送過來 對 我還是要控制體重 教練會 升級 當然會 阿爾及利亞貼出這個 當然會覺得說 就是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線上面 當然會覺得說 覺得窩心 就是後續就是交友 因為他們好像是不是有做出什麼樣的動作 那接下來就是讓 他們去 就是 對 對 不用特別去跟大家做有什麼 太多的連結 畢竟 對 人的問題 一切都是 對 人嘛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對 我想 阿爾及利亞貼出這個來 看到我的魔法奏效 我想他們教練可能會失去我 到底要怎麼回應媒體 因為我覺得 他開始要用我的策略 在回應他們的國內的媒體 因為其實 他做提出 告訴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沒有 不是很聰明的舉動 我覺得 一個信用公司 破產的公司 結果你去告他 你勝訴以後 他也沒有辦法賠償你任何東西 那你要獲得了什麼 獲得了一個破產公司 告訴你 我輸了 誰要來宣判這件事情 我想 那個法官在判這件事情 也覺得很納悶 所以 我倒覺得說 這件事情應該就 就這樣就畫下句點 不過 我比較好奇 為什麼我的好朋友 JK羅臨 他都沒有Cue我 好 那還有其他媒體要提問嗎 是 請問一下代言的位置 就是這題是 這區集合動 還有一種雙種表 就要用完整 有沒有自己在家裡 或多的想要專研 或是想要接化妝保養產品的代言 其實就是在 因為 有成績而獲得 就是獲得關注度也比較多 開始就會比較注重自己的形象 因為 我以前 就是 小時候不懂事 出門就是基本上就是 沒有在梳妝打扮 那就是可能穿著拖鞋 然後去理髮 就是一百元理髮 然後弄一弄我就走出來 對 就是比較沒有去關注 自己的形象 那後續就是 知道說 活動比較多 那在路上可能比較多人想要 要求拍照 那這個部分呢 我就會去想要說 學習要怎麼去畫作 就是 至少把一些 可能痘痘 然後 一些疤痕 就是去把它遮掉 畢竟有時候狀態不好 拍起來 讓人家看見 我也會 不舒服 對 所以 要嘛就是 自己有時間 就先畫 就是先去 遮 遮一下自己的瑕疵 那如果 實在不行 沒有時間的話 我就戴上 我們天天的口罩 一遮 就是 變成一個大真美 這樣 好 那還有其他媒體朋友們 需要提問嗎 好 如果都沒有的話 這次圓滿告一段落 謝謝董事長 謝謝余婷 謝謝教練 謝謝 請大家多多支持 天天衛生棉 是的 好 那請媒體朋友們 幫我們多多廣宣囉 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我們今天的媒體伴手禮 請大家用心來 這個體驗一下 這是我們對女性朋友們 最大的守護 祝福大家 擁有愉快的每一天 女生不為誰的想像而生 謝謝 謝謝大家 下次見囉 掰掰